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歌曲《魔方宇宙》 是以少年儿童独特的视角 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来描述了宇宙世界的变幻莫测 在这个节目当中 充分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 渴望亲近大自然 认知大自然的探索精神 地球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是不是像一个神奇的模仿 我要装上长一束的翅膀去体验 最神奇的飞翔 最神奇的飞翔 玩过心 看我开一看 猪大猩猩 地球它是否最漂亮 真大眼睛我唱一跳 你我两个到底有没有 哪只绿河牛郎 哪只绿河牛郎 神奇的宇宙无穷无尽 不停地在膨胀 探索它的奥妙 我有好胆量 恒星 星星和卫星呀 追着我呀 一起飞 九十九一个光年呀 它免得追不上 不忘记来 天地茫茫 哪里才是 太空人有了场 啊 播放宇宙 宇宙我放 你就是我心中连进太阳 我望远着我永远的向往 下面的节目是一个小品节目 名字叫寻找线索 这个小品不一般 厉害在哪儿 厉害在它从创意 到讨论选题 到开会 到编排 彩排 服装 化妆 道具 全都是由小学生完成的 这些孩子呢 是五年级的孩子 都来自银州区实验小学 那一起来看一看 小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 是什么样的 一年六月 康熙担心三个月后 能否顺利收割稻田 便来分泽园查看 偶然发现几株鹤鲤鲤的早熟稻子 附近还有几只蝴蝶翩翩起舞 这个发现让康熙备敢喜悦 于是 他决定把种子收藏起来 来年适种培育 康熙把采来的种子 在北方驾于适种 终于培育出了一种能早熟 味甜 气香 颗粒饱满的心道种 于是 康熙打算到南方推广试试 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大人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 是啊 大人 这雷雨交加 人困马乏的 遇到种恐怕也会坏掉的 就是这儿了 带我们进去休息片刻 李旭大人也快到了 便可随他回府 是 大人 站住 你是何人 参见大人 我是分子护送李银贵大人来江南的护卫 我是来迎接李大人的 快快带路 李银贵大人正在客房休息 请先容我前去通报 李大人 李大人 车马劳顿 我都舍不得咬下去了 小二 再来一碗米饭 好的客观 咦 这么晶莹剔透的白米饭 跟皇宫中吃到的玉稻种有何区别 难道 这江南早就发现了水稻的优良品种 小二 你过来 来了来了 大人有何吩咐 你们平时就吃这种米饭 刚端上来时我也是一阵好奇 好像跟平时吃的米饭有所不同 哦 李大人有何不试吗 李大人 我想参观一下这个馆子的厨房 不知可否啊 当然可以 小二 李大人想参观你们的厨房 还不快快带路 试试试 大人这边请 厨师可在 在 在 客观 您是 这位是当今圣上派来的水稻专家 李大人 路过此馆 想看看你们的厨房 不是荣幸 大人请看 不知你们的大米放于何处 我想看看 大人 那待便是 咦 如此像遇到种 还是我的错觉 快快去把我们戳上的一代玉道种取来 是 李大人有何不妥 你们吃的大米与玉道种如此之相 如果江南早就培育出了跟玉道种一样的优质大米 我还来江南做什么 现在就可以回京城复命了 哦 怪不得刚刚大人如此惊讶 大人 不好了 玉道种不见了 只有一个空袋子 什么 这果真是玉道种 徒师 你居然敢偷皇上亲自的玉道种 还煮来吃 男人 快把厨师抓起来 关入大牢 怕是大人抓错无辜了吧 罪犯另有他人 你是何人 有何阵子 以街草民不足挂齿 我想问护卫大人 李大人刚进大堂的时候 你为何匆忙从厨房跑向大堂啊 这 我 与你何干 大人为何闪烁其词 怕是做了亏心事吧 人人皆知 玉道种的奇香 那新银蝴蝶 因蝴蝶的味觉在脚上 所以常常喜欢停在 碰过玉道种的人身上 我这里刚好有一只蝴蝶 且看它喜欢停在 厨师身上外 还喜欢停在谁身上 就是你了 你身上的道香味最浓了 大人赎罪 是小人一时贪心犯了错误 大人饶命 千房万房 家贼难防 大胆护卫 快说 为何大米出现在厨房 属下偷了大米以后 换了个袋子 就偷偷藏于厨房门后 哎 玉道种是大家的 等过几年 在江南推广开了 人人都能吃上香甜的米饭 你又何必急于一时 而害了大家 现在玉道种没了 你让我向皇上如何交代 向江南百姓 如何交代 属下属下之错 求大人饶命 大人 您看那蝴蝶停在那儿 翩翩起舞 我还留了半袋 没有去皮烧饭呢 我安心啊 此后 玉道种在江南 适种成功 双鸡连坐 年年分手 人人都能吃上 玫瑰的米饭 江南不会是鱼蜜之香 江南睡下 好疯狂 大呼遍地长 遍地长 江南人 没很勤劳 年年都有大分手 大分手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大手前小手 本栏目由特勃儿童冠名播出 一群快乐的小鸟生活在森林里 它们用舞蹈演绎着自己对家人的喜爱 但是 伐木工人闯到了森林里 它们不顾小鸟的阻拦 肆意地砍伐树木 蓝天白云 鸟与花香 人与自然 人与小动物和谐相处 这才是美的最高境界 一群快乐的小鸟 飘搬冰飞了 还收了了翅膀 爱上了这一片绿色的海洋 飘搬冰飞了 爱换了的歌唱 美丽的故乡 是小娘天堂 大日无人家 鸟 clouds得天火 放岳地眼睛搭开锅 喃尼里哀尼里 喃尼里哀尼 小鸟天堂 娘娘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天青色来了 春天又来了 春风吹绿了山坡 绿色的山坡是我们小鸟的希望 春天青色的山坡 春天青色的山坡 爱上了这一片绿色的海洋 小夜已飞来欢乐的歌唱 美丽的故乡是小鸟天堂 小夜已飞来欢乐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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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未飞来欢乐的歌唱 这一山山激情昂扬的乐曲 二十名来自景山小学 一直三年级的舞蹈队员们 用他们的朝气与活力 表现出一群小小军人的军旅生活 这个故事呢 主要是围绕着一个睡熟的小男孩 和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 相互追逐 相互嬉戏 相互斗趣而展开的 展现了这群可爱的娃娃们 对军旅生活的无限向往 和对军人的敬仰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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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